隨著五國青少年疫苗接種計劃進度正在加快進行 衛生部長凱里預計 從這個月開始就能夠為勒林人士注射加強針 保護弱勢群體 減少死亡率 凱里在推特匯報全國免疫計劃的最新進度時指出 截至目前 國內疫苗接種劑量已經突破4400萬劑 他表示 從這個月開始將專注於保護弱勢群體 為銀髮族追加第三劑加強針 降低死亡風險 另外 隨著政府放眼九成人口完成接種之後開放跨州 凱里提醒民眾必須遵守防疫準則 否則將會加劇疫情 他強調 除了戴口罩 保持肢體距離 人民也必須採取應對措施 一旦出現症狀 必須馬上進行自我檢測 才是與病毒共存的關鍵方式